第0721章 两个禽兽 婉君 中月纳闷 看向君吴道 君吴道面色微韵 冷亨道 是我的名字 一位少女在胡三翁的引领下走来 很是明媚 笑道 月侯爷 你不知道婉君的真实名姓 天梭神族以一和不为两大姓氏 其中一姓高贵 君吴道本来便叫做一婉君 我原本听到君吴道这个名字 也是吓了一跳 心说谁这么大胆 原来是婉君 中月剑里 道 石公主 石英姬连忙还礼 笑道 你是侯爷 无须多礼 我今天也不是前来寻月侯的 而是来会一会归友 婉君 咱们许久不见 好声叙叙 君吴道冷哼一声 走到他身边 埋怨道 如今我叫君吴道 不许叫我本名 你叫君吴道 岂不是连我爹都骂了 是我爹要娶你 又不是我 石英姬瞥了中月一眼 狄笑道 你现在有秦王了 的确比我爹英俊 难怪你不愿意嫁他 君吴道脸色微红 连忙看了中月一眼 发现中月似乎没有听到 这才松了口气 埋怨道 你不要瞎说 我与他不熟的 我嫁给你父神 有什么好的 他多少嫔妃 多少娘娘 石英姬笑道 他明明穿着你给制的衣裳 还有靴子 我认得你的手工 还有 他将你留在身边 还不是 打着金屋藏胶的意思 你现在就是他的小金丝券 被他养着 调戏着 早晚上上手把玩 君吴道呸了一口 道 我不喜欢臭男人 二女说说笑笑 走得远了 中月思索道 原来他得罪的那人 便是当今的云山戒弟 云山戒弟想要娶他 被他拒绝 这才将他打入御界 难怪他叫君吴道 原来是说戒弟吴道 月小子 石女和婉君 都是合交配 星火突然出声道 中月吓了一跳 连忙道 星火 你又瞎说什么 星火一副过来人模样 有模有样的点评道 婉君漂亮 生的儿女一定漂亮 石女则胸大屁股大 生养的好 二女都是不错的交配对象 你的劲儿师妹 就有些瘦弱了 不太好生养 你君师解胆子眼 坐不住窝 也不太好生养 对了 还有那个叫纸炎的小丫头 中月嫩嫩道 纸炎师妹太小了点吧 嗯 须得再等几年 星火点头道 胡三翁又走了进来 道 老爷 门外有个姑娘 自称纸炎的 前来拜会老爷 刚刚说他 他便来了 请来 中月心虚道 过了片刻 纸炎扶尘搭在胳膊弯处走了过来 远远看到纸炎 便连忙道 我不是来寻你的 你不要自作多情 我是来寻婉君师姐的 婉君师姐呢 中月笑道 去侯府花园了 与十足的公主一起 纸炎不急于前去花园寻君无道 凑到跟前 笑嘻嘻道 你现在风光了 做了侯爷了 有没有想过那一方夫人 你知道吗 无道师姐原本名叫婉君 听闻是天界的第一美女 除了她之外 天界还有其他几位美女 被称为实角色 中月愕然 道 我现在还年轻 没有成家的念头 只言放下心来 笑道 还有 你前几日传我的逆转先天 我还有些疑惑不解 正好问你 她向中月请教 中月之无不答 指点她如何修行 过了两久 君无道 也及时以婉君与十音机的声音 隐约传来 只言眼珠子转了转 笑道 好了 我明白了 改日遇到疑难 再来请教你 说吧 疑六烟走掉了 她不是来寻无道师姐的吗 怎么走了 中月纳闷 十音机走来 笑道 月侯 我此来除了要见婉君 还有便是 替具引送战帖的 你收下吧 她取出一张战帖 中月接过展开看时 只见上面写道 明丸子时 你与我 纯阳雷杰第四十九重 争夺六道界第一练气势之名 不见不散 中月摇头笑道 具引口气好大 威神六道界 有什么可争的 十音机差一道 看不出月侯居然与世无争 连威神六道界第一的名头 也不放在心上 具引是居方神族的强者 居方神族 八大皇族的提挺式的后裔 在天界有着很庞大的实力 不逊与我十足 具引的实力非同小可 是你的劲敌 不可小觑他 威神六道界第一的名头太小 又不是三千六道界第一 中月笑道 而且也不是紫微地心第一 十音机目光闪动 笑道 那你去不去 中月不至可否 将战铁丢到一旁的胡三翁手中 道 到时再看 十音机笑着离去 中月将他送出月侯府 目送他远去 突然道 宛君 十音机为人处事如何 他很有心计 是个狠角色 君无道刚刚说到这里 突然醒悟过来 狠狠瞪他一眼 沉怒道 不许叫我宛君 叫我君无道 中月笑道 还是依宛君更好听一些 名字美 君无道脸蛋微红 瞪他一眼 转身离去 中月换来胡三翁 又将战铁拿过来 细细查看一番 笑道 也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祸水 十音机离开月侯府 又来到君英所聚的齐月侯府 寻到君影 笑道 我适才从月侯府过来 月侯托我给你送张战铁 君英脸色微变 接过战铁看时 只见上面写道 鸣丸子时 你与我 纯阳雷杰第四十九重 争夺六道界第一恋气势之名 不见不散 君眼角微微跳动 和尚战书 冷笑道 小小人族 居然还敢挑战我 当我居方神族 是吃素的不成 十音机吐了吐舌头 笑道 你别火气这么大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你也冲上纯阳雷则四十九重 他也是 我父神封他为月侯 封你为齐月侯 便是说你与他并驾齐驱 不愤伯众 齐月侯 居尹淡淡道 为何是齐月侯 而不是齐影侯 即便他不来寻我 我也要寻他 我与他 早晚会有一战 萧萧火气 萧萧火气 十音机劝道 你与他一战 千万不要打声打死 威神六道界第一的名头 没有这么重要 居尹生怒不减 十音机只得告辞离去 这女子回到宫中 这才笑迎迎道 欲棒相争 两败俱伤 我在趁着他们受伤之际 一举将他们击败 我便是威神六道界 第一恋气势了 英姬 你又在弄些什么 十音机娘娘走来 笑问道 十音机连忙说了一番 十音机娘娘摇头道 你像你爹 公于心计 长于阴谋 但早晚吃亏 到了第二天子时 俊颖独自登上 纯阳雷泽四十九重天 雷泽只要打过 便不会重来 因此 对他来说 一步一重天走上去即可 俊颖来到四十九重天 四下看去 只见四周无人 只有自己站在那里 他又等了许久 此时已过 俊颖勃然大怒 只听一个声音笑道 俊颖兄居然真的来了 俊颖怒气冲天 只见忠越慢吞吞走上雷泽 恨不得将他一把拎上来 冷笑道 你现在才来 忠越慢吞吞登上雷泽四十九重天 伸个懒腰 笑道 我来送书给你看 说吧 丢过来一张战帖 俊颖展开战帖看去 微微一正 顿时恍然大悟 连忙取出自己的那份战帖 道 我这里有一份一模一样的 你的也是他送的 俊颖眨眨眼睛 笑问道 俊颖点头 哦 是他送的 两人对视一眼 心知肚明 突然俊颖与俊颖齐齐一动 向同一个方向奔袭而去 势如奔雷 轰隆 两人齐齐轰出一拳 拳头轰破空间 那片空间震荡 一声 惊呼传来 石英姬从那破碎的空间中现身 连忙伸出手掌 封挡两人的拳头 剧烈的震荡传来 石英姬闷哼一声 他面对忠越或者拘影任何一人 都难能胜出 平手的几率很大 而现在是两人加工而至 顿时让他承受不住 倒跌飞去 忠越纵身追上 腋下突然钻出六臂 加上原来的两条臂膀 八条臂膀 八只拳头狂风暴雨般 向石英姬轰去 石英姬气息不稳 被他乱拳轰倒在地 尖声叫道 大胆 我是借地之女 你敢动我 忠越将这女子放倒 其在石英姬身上乱拳轰下 石英姬尖叫 挺腰 试图将她摔下去 不过忠越全落如雨 打得她只得双手抱头 又羞又怒 任由她的小蛮腰如何发力 始终无法将忠越摔下去 忠越突然扭过头来 拳头依旧落下 道 居颖兄 你不来两下出出气 居颖看得瞠目结舌 闻言连忙道 她是石公主 逼她现身小小惩戒一下也就算了 忠兄何必揍她 万一被戒弟和石姬娘娘知道 你怕了 忠越笑道 居颖冷哼一声 硬着头皮走上前去 你都不怕 我岂会怕 忠越道 我帮你摁住她两条腿 当心踢到你 两个禽兽 石英姬尖叫道 两人拳打脚踢 出了一番气 将衣衫不整的公主 扔在纯阳雷泽四十九重天上 快步下了纯阳雷泽 舒坦 居颖整了整衣衫 舒了口气 笑道 我还从未打过公主 今日总算是长长仙了 忠越也整了整有些乱的衣衫 笑道 这小妮子就是欠揍 打过之后 百般舒爽 居颖兄 天色已晚 不如去天居楼 我请你喝酒 居颖笑道 忠兄 天居楼很贵的 我怕你请不起 我知道你刚来到天界不久 虽然封侯 但是得到没有多少实质的好处 忠越眨眨眼睛 道 听闻天居楼是居方神族的产业 如果与居方神族的侯爷 一起进去的话 居颖哈哈大笑道 我请你 两人近视前嫌 畅隐一番 谈论起功法神通 相互印证 只觉相见恨晚 而纯阳雷则四十九重天上 石英姬也爬了起来 鼻青脸肿 衣衫不整 香泪满腮 两个禽兽这样欺负我 她回到宫中 石姬娘娘笑盈盈道 吃亏了 石英姬连忙诉苦道 我的计谋被那人族识破 结果他们俩好上了 联手欺负我 娘姬为我报仇 石姬娘娘摇头道 我说过你功于心计 长于阴谋 我该吃亏 你与巨婴本来 便都比那个人族弱了一线 她大奸弱中 大智弱鱼 如今你在她手中吃了点亏 也不算什么 你的功法神通 是我与你父教的 居你的功法神通 是来自居方神族 而她的功法神通 则是自创 高下便在这里 娘亲不为我报仇 石英姬气愤不平道 我不能报仇 谁都可以 唯独我不可向月后出手 石姬娘娘悠然道 我是你父的左膀 她借我十足之力 这才登上戒地大位 但我十足也成为了她的隐患 所以要寻找一个右臂 来掣肘我和十足 这个人族中越 便是她未来的右臂 我若是动她 你父便会与我翻脸 你复工于心计 我与她虽是夫妻 但是她对我的防备更深 第0722章 堕落 她打我真舍的 打得真狠 装台前 石英姬固静自视 轻轻抚摸自己脸蛋上的轻淤 突然脸上浮现出一抹红韵 狄笑道 我还是第一次被这样骑着打 这滋味 真是舒爽啊 老爷 那个叫做石英姬的女子又来了 胡三翁来报 面色奇怪道 她说 这次是专门来找你的 中越心中一突 硬着头皮去赢 道 你去将晚君请来 石英姬笑迎迎进入月侯府 绝口不提昨晚之事 中越也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也绝口不提 君无道赶来 不过二女却没有结伴游 石英姬反倒是 陪伴在中越身边 君无道也是诧异不已 没多久 只言那丫头便又跑了过来 三女成群环绕在中越左右 好想你像昨天晚上那样打我 石英姬眉目寒情 眼睛能滴出水来 突然凑到中越耳边小声道 中越心神一荡 连忙向她看去 却见这女子 恍若没事一般 依旧与君无道和指言说笑 也不知这女子是什么意思 到了第二天 指言和石英姬又跑了过来 中越有美人陪伴左右 倒也是快活 只是临行之期已尽 即将出发前往波罗六道界 这日 古生震天 只见一艘艘楼船组成舰队 楼船上站着一尊尊金甲神人 全副武装 浩浩荡荡向天庭驶去 中越 巨鹰等人站在楼船之上 中越向君无道 指言和力天行等人挥手作别 天庭的楼船舰队 驶入天庭中心的 一座巨型传送阵中 传送光芒亮起 舰队被光流卷住 向浩瀚无垠的宇宙中驶去 界地与我们并不同行 它是何等存在 岂会与我们一起 此刻界地多半已经去了波罗六道界 与道明界地等各界首脑 饮酒喝茶呢 于伯川四处打听 向中越道 实际娘娘要留守 镇守六道界 免得这期间生乱 也没有跟来 这次舰队的领袖是上天王 由他带领我们 前往波罗六道界 中越等人都在一艘楼船之上 其他楼船大舰都是护卫 而船上的金甲神人 也都是为保护他们而来 免得路上遭到偷袭 这艘楼船 要远比其他楼船更加坚固 应该是神皇炼制的宝物 很是奢华 中越等人各有各自房间 布置得富丽堂皇 不过楼船的火力更是惊人 甲板上有着不知多少个炮口 杀气腾腾 听说 半路截杀其他六道界弟子的事情 也偶有发生 曾经有一支六道界的队伍 便险些全军覆没 居隐不无担忧道 中越笑道 我们威神六道界 往年都是在三千六道界中垫底 估计也没有谁会偷袭我们 威神六道界距离波罗六道界颇远 要行驶半年之久 转过几座传送大阵 才能到达波罗六道界 众人各自回自己的房间修炼 闭关不出 毕竟到了波罗六道界 便会有一场恶战 现在还是能提升几分修为便是几分 中越安心修炼 没过多久 突然响起敲门声 开门看时 突然一股恶风迎面扑来 中越心中一惊 连忙抬手抵挡 两只手掌相碰 他不由后退 将来人看清 只见十英机旋风般扑来 小脚轻轻一踢 将门户踢得关闭 手掌千变万化 向中越攻去 你做什么 中越大怒 鼓荡法力 震荡肉身 这半年来 炼化先天神邪的好处顿时爆发 神谷蒸蒸作响 力量贯通肉身原神 将所有力量连成一条线 六大原神秘境的力量都被统一 化作纯粹的力量 他的六道轮回大道 穿入骨骼之中 近战无敌 只听短暂的碰撞声传来 沉闷惊人 十英机闷哼一声 被震得嘴角一血 这船体坚硬无比 乃是黄极神兵 即便他们二人大打出手 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甚至连房间里的青灯 花坛等装饰 也没有打碎分毫 而且 他们二人战斗如此激烈 近身快打 一快打快 神通碰撞声音震天 但却没有传到房外 外面的金甲神人 依旧毫无所觉 中越爆喝如雷 攻势更猛 十英机全力防守 但力量上便不及中越 毕竟是石鸡娘娘和云山界地 所传的神通 厉害非常 不过在近战之下 她的神通反而不变 没多久 便被中越打得嘴角一血 突然 这女子扑到中越怀中 双腿如同大蟒蛇般 缠住她的腰肢 上身与中越正面相对 拳头如雨 轰向中越面门 中越措手不及 脸上中了两拳 不由恶向胆边生 腋下一条条手臂钻出 扣住十英机的手臂 十英机腋下 也钻出一条条手臂 也相继被扣住 中越脚步一动 恶狠狠撞向舱壁 轰隆 十英机被撞得七昏八速 中越松开手掌 向她轰去 拳头来到十英机的脸上 突然十英机嗤嗤笑道 对了 我就喜欢你这样打我 好凶狠的样子 中越收回拳头 冷冷到 疯女人 那又怎么样 十英机缠绕在她身上 媚眼如丝 如水 嗤嗤笑道 我是戒弟之女 母亲是石鸡娘娘 谁敢对我动粗 我还不知道 原来被打也很舒服 你继续打我 打得再狠一些 中越提起拳头 突然又放下来 摇头道 你出去吧 我不陪你这封女人胡闹 十英机脸色转冷 韩生道 打我 中越挣脱 她有力的双腿束缚 转身向外走去 十英机突然冷笑道 人族都是剑族 天生剑命 中越转身一拳 将这女子轰得倒飞而去 贴在墙上 十英机滑落下来 哥哥笑道 对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凶狠 我最喜欢你这样对我 砰 中越一拳又一拳打去 十英机却仿佛感觉不到疼痛 反而显得更加愉悦 这女人一定是疯了 看起来像是个正常的女子 怎么会有这样的嗜好 中越也有些心里发毛 想要收手离开这个房间 十英机双腿 又缠在她的腰上 冷冷道 你若是敢走出去 我就告诉他们 你抢逼我 我不从 你就将我打成这样 中越 杀鸡大作 十英机突然脱去衣裳 痴痴笑道 你还可以更凶狠一些 不过进来的时候 我要你狠狠地打我 房间里的气氛 顿时显得以你而诡异 两久 中越起身 心面一动 均无到为她剪裁的衣裳 顿时出现 罩住身体 中山市的少年 看着身边像只温柔的小猫一样 熟睡的女子 微微皱眉 这样不对 绝对不对 中越额头冒出冷汗 心道 不对 不能和这女子有丝毫的牵连 她的母亲是石鸡娘娘 父亲是赫连云山芥弟 与庚王爷和天云十八皇 都是血海深仇 我岂能睡她 况且 她哭笑不得 她是个疯女人 不过已经睡了怎么办 难怪星火说 我管不住自己的哭腰带 果然如此 干得好 突然小火苗的声音传来 见兮兮道 干得好 福西市的少年 中山市的肿牛 你终于开窍了 终于懂得自己肩头的重担了 繁衍福西神族 光大神族的重任 终于可以交给你了 中月毛骨悚然 星火 你还在 我当然在 星火得意洋洋道 你都看到了 中月心里发毛 你怎么没出声提醒我 我原本想出声指点指点你 但又怕吓到了你 所以就没出声 小火苗黑黑笑道 不过你已经出师了 不用我指点你也很是娴熟 中月木然 只觉自己后半生的名誉不保 星火兴奋道 但有使女不成 还要有一碗君 只言 你要多多努力 为福西市的未来奋斗 这女子是个疯子 万万不能有第二次 中月暗下决心 等到石英姬醒来 便将这女子赶了出去 心道 无论她在耍什么花招 我都要看好自己的裤腰带 之后几个月 石英姬在楼船甲板上 对中月冷漠如冰 冷嘲热讽 讽刺她的出身 中月心中怒火中烧 然后这女子夜半敲门 被圣怒中的少年 拉入房中一阵暴打 然后又是云雨一番 中山市的少年 心中安安懊悔 这次我一定能管好自己的裤腰带 这次肯定行 她说什么我都不理会 这次我绝不会碰她 半年之期已近 舰队距离波罗六道街越来越近 船上众人纷纷出关 站在甲板上遥望 中月也安心下来 这几日 石英姬没有在寻她 显然也是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准备 而且 她脸上身上都有伤 若是见到云山界地 中月难得清静 站在船边远眺 却见波罗六道界 如同迷人的光环 六道神光环绕 巨大的盘古神人微坐 闭上眼眸 主导这个六道界的运行 突然 船体剧烈晃动 仿佛遭遇了无形的距离 一艘艘楼船 被抛出传送光流 传送被打断 不用担心 这里是上古战场 我们被上古战场的波动 打断了传送 上天王的声音传来 这尊天王现身船头 吩咐掌骑使 打出旗语联系其他个船 笑道 这里我来过许多次 只是有惊无险 保管可以将你们平安 送到波罗六道界 他看向中月 似笑非笑 月侯这几日倒是辛苦 中月心头一跳 难道这头老狐狸 看出了什么 上天王道 这处上古战场 听闻是十万年前的战场 界地曾经对我提起过 这里应该是地级存在 交锋之地 极为惨烈 地级存在 华镇川问道 是界地吗 是天殿 第0723章 大风 天地级别的存在 在此地交锋 中月等人 站在船头向外看去 突然只见万水千山扑面而来 轻轻明明的天幕 在他们面前 刷的一声张开 照在千山万水之上 他们的天庭楼船舰队 一下子便从荒凉的宇宙中 驶入一片天地之中 这片天地凭空而生 就这样突兀地出现 众人抬头 看到天空上 突然一颗颗星辰被点亮 一颗颗巨大的星体 凭空诞生 散发出悠悠的光辉 接着一轮烈日 也自凭空生出 然后便是仿佛 近在咫尺的一轮轮明月 这是 造物神通 中月等人惊讶不已 凭空制造出一片天地 衍生出日月星辰 几乎是创造一个 小小的宇宙空间 即便是云山界地那样的 造物主 也办不到吧 何况 这神通应该是 十万年前的残留 天知道这神通 被施展出的那一刻 威能是何等浩瀚 场面是何等壮观 这神通的威能 已经被抹去了 你们不用担心 上天王笑道 如果这神通的威能还在 别说我们这只 小小的天庭舰队 就算是借地来了 也会被抹杀得一干二净 他们从这片天地中穿过 果然风波不起 没有遇到任何危险 没过多久 他们驶入另一个神通之中 这道神通 也是极为壮观 是一口剑瓶扑在宇宙之中 明亮无比 庞大的天庭舰队 从这口宝剑上驶过 众人趴在船帮上向下看去 看到的竟然不是舰队 而是无数光点 无数威力 宝剑如镜 映照他们和楼船舰队的影子 他们在明亮的剑面上的投影 竟然被分解为无数威力 构成自身的粒子 众人试图寻找到自己的影子 只能看到轮廓 这口剑 蕴藏着神通最为精深的奥妙 神通语道的本源 上天王赞叹道 众人纷纷点头 宝剑只是神通 但映照一切本源 也就是说 这一剑次来 威能如果爆发的话 他们都会剑气震荡成最细微的粒子 不复存在 只有宝剑映照不出的存在 才可以在这口宝剑面前保全自身 有了硬拼其神通的能力 一道道壮观的神通留下的烙印 似乎永恒地映在这片宇宙之中 他们从一道道神通中间驶过 见到波澜壮阔的景象 不过这里的神通 已经没有了任何威能 上古的大神通者将余波抹去 让这里看似危险 实则安全 神通威能抹去 但其中留藏的信息也被抹去了 钟月星道 后世也就无从得知 为何会有这一战 谁在此第一战了 十万年前 地际时代结束 福西也是在那个时候 遭到血脉封印 关于那个时代的记载 都已经被抹去 这片战场 是否与地际时代的结束有关 上天王感慨道 关于那个岁月的历史 已经秒秒不可查证了 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一片空白 我曾经问芥蒂 芥蒂也不知道上古时期发生过什么 这里的神通 好像有福西式的神通 星火突然精神波动 道 钟月心中微动 福西式的神通 难道是福西式的地 而上天王也似乎抓住了这丝精神波动 露出奇异之色 向他们十位炼气士看来 随即忽视巨银等人 目光落在钟月和于伯川身上 接着这尊天王露出思索之色 目光最终锁定在钟月身上 他早在神藏古地狱时 便觉察到这股奇异的波动 认为是一件上古宝物 一直没有寻到 到底是 落在谁的手中 念念不忘至今 而今终于再次发觉这股波动 锁定钟月 心中熄灭的贪念 顿时再次旺盛起来 钟月微微一笑 精神波动 道 天王 我有靠山 上天王心中凛然 想起自己 被神后娘娘的气息 定在神藏古地狱中 足足一年之久 这才熄灭贪念 钟月放下心来 四下打量 道 哪个神通是福西式的神通 刚才那口见便是 星火思索道 那是福西式的先天龙灵 达到极致之后 形成的神通 映照道法的本源 还有其他的一些神通 都是福西式一族的神通 这里的战斗 肯定与福西式的没落有关 突然 前方的空间剧烈波动 震荡 上天王脸色巨变 尸声道 大家小心 还有神通鱼波 没有上古大神通折磨除 巴不撞 巴不撞 全力催动楼船 结成阵势 他的话音刚落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前方的空间完全碎裂 一幅宇宙破灭的恐怖景象 出现在他们面前 但见碎裂的空间中 一搜搜 比天庭楼船舰队 更加庞大的巨舰使出 天庭楼船也是极为庞大 长达千里的大剑壮观无比 而在这些从破碎空间中 使出的巨舰面前 则如同鲨鱼遇到了昆蓬 变成了小不点 众人抬头仰望 但见这些巨舰大如星球 战舰上挂着一个个灯笼 灯笼中神光照耀 竟是炼化了一颗颗太阳 荡成灯芯 照亮四周 这些战舰破破烂烂 上面到处都是神通和可怕的神兵 留下的不可磨灭的伤痕 经历了不知多少岁月的洗礼 战舰上面布满了斑驳的袖击 威神六道界的天庭诸神将 惊恐地抬头仰视 那些古老的战舰上 一尊尊巨大的骨骼 站立在破败的甲板上 手持袖击斑驳的大枪 依旧站立 还有巨人站在巨大无棚的观天台上 面前是一个千里大鼓 巨人手中抓住两根庞大的棒锤 做出肋骨状 不过这巨人 也是只剩下了尸骨 没有血肉 这些战舰竟然运在的 都是一具巨骷髅 不知为何躲过了 上古大神通者的抹杀 没有将他们的痕迹抹去 沧桑的岁月赶扑面来 上天王突然露出激动之色 手足发抖 颤声道 这是上古的宝库 哈哈 我们真是好运的 居然遇到上古地下楼船舰队 这些舰船 是一个个莫大的宝库啊 他正要下令 让八步众率领诸神 将登上这些古老战舰 突然一道宏大的光流 从破碎的空间中喷涌而出 光流席卷 横贯宇宙星空 不知从何处而来 不知到何处而去 光如何 浩浩荡荡 光合所过之处 一艘艘古老而破败的战舰 在光流之中 顿时显得光鲜起来 斑驳的岁月秀迹消失不见 战舰上的神通 和神兵留下的伤痕 也顿时消失 众人看得目眩神窑 却见那一艘艘古老的战舰上 一具具枯骨 竟然衍生出血肉 从死亡中复活过来 刚才战舰和那些战舰上的尸骨 仿佛是黑白世界 而现在顿时变得多姿多彩 色彩丰富缤纷 宛如将忠月等人 带到了上古时代 是天皇地道 星火惊讶道 月小子 这里是天皇地道经过之地 忠月身躯大镇 这道宏大的光流 竟然是天皇地道的传送光流 贯穿火药星 与紫薇地星的传送光流 这里是天皇地道 那么说 这些楼船中一定有福西式时代的天地 他连忙向这些楼船大剑看去 只见千船行驶在光流之中 浩浩荡荡 分不出那一艘才是地船 咚 咚 咚 沉闷的鼓声从荒凉的宇宙中响起 从那一艘艘古老舰船上传来 巨人挥起千里棒吹 泪动千里大鼓 鼓声震荡众人气血 让他们气血沸腾 充满了无边的战意 咚 咚 咚 鼓声震动 古老的舰船上大气飘斩 战气飘扬 凤 那些舰船甲板上 无数从死亡中复活的战神身上 一片片龙龄复苏 如同一面面明镜 照亮了黑暗的宇宙星空 一尊尊战神额头露出第三神眼 目射神光 震动手中的兵器 人手蛇身的战神们大喝 万千个声音一起响起 凤 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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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声音惊天动地 声音中有悲壮 有哀痛 像是战歌 像是哀歌 一艘金光灿灿的地驾金船 从光流中驶出 金船上运载着一艘光果 那是地关 大风 大风 上古的呼喊声依旧传来 惊天动地 这是护送天地灵官 回祖星安葬的舰队 伏西式的天地驾崩 伏西神族的战神们 将这尊老天地的灵官 送回祖地安葬 中月眼眶湿润 顿时明白 他们为何会呼喊大风 风性是所有人族的重性起源 也是所有伏西的重性起源 风性是伏西式的荣耀 这位老天帝必然是姓风 大风 中月南南道 巨变在这个时候发生 突然有无比邪恶的存在 截断了天皇地道 让传送光流消失 一个无边的阴影 笼罩在舰队前方 大手向那只舰队抓去 而那阴影下 是无数看不清面目的神魔 伟岸而强大 即便是上天王 也忍不住颤抖 那些看不清面目的神魔太可怕了 任何一个神魔 都要比他强横 即便他这尊神皇 也感觉到恐惧 战斗爆发 异常惨烈 而那阴影下邪恶的大手 抓住了地船 船身顿时腐朽 却在此时 地关中恐怖的气息喷涌 一口明亮至极的神剑出现 斩向大手 地关裂开 一尊白发苍苍的天地 从地关中做起 三眼徐徐张开 宇宙间顿时一片光明 你已经死了 还想阻挠我吗 邪恶的声音传来 笑道 你的魂灵 从虚空解下来 又能如何 福西式的地 还是归于尘土吧 第0724章 天地全柄 钟月瞪大眼睛 看着光流中的那一幕 他之所以瞪大眼睛 主要是怕眼泪流下 他的泪水 在眼眶中蒸发 福西式的地 已经老死了 灵魂归入虚空界 而现在却从虚空界中下来 再战 死后尤罕战 仗剑迎强敌 这种精神 应该就是福西的精神吧 只是这场战斗 从开始便已经注定 邪恶存在强大无边 他的盟友数不胜数 进阶是顶尖的神魔 汇聚成一个莫大的势力 他们的面目不可见 显然是不想为人知晓自己的真实身份 天帝生前他们不敢动 但是天帝老死了 他们再无任何忌惮 这一战的目的 是为了阻击福西式的中间力量 护送天帝尸身安葬的 必定是天帝最为器重的存在 杀了他们 可以让福西式 今后数千年再无高手 并且传承出现一个巨大的断层 已经老死的福西式 天帝再战 曾经的地精验了一个时代 镇压了一个时代 它是整个地际时代最为强大的地 才华关绝天下的地 福西开创了六道 后土完整了轮回 它便是那个福西 但是它的肉身已经老了 中越见过许多苍老的神魔 他们在老年的时候 自身的精气开始流失 法力开始消散 带到生死 练就的大道要还给天帝 这便是生死盗销 英雄持木 更何况英雄已经死去 他燃烧自己的灵魂换来的战力 还是不能与他最巅峰的时刻媲美 曾经最为强大的存在 即便从死亡中返回世间 也改变不了已经注定的结局 他不再是天帝 他只是一个老者 一个苍老的灵魂 没有福西后退 没有福西逃走 守护着地关 围绕着已故的天帝继续战斗 一位为福西神族的战神陨落 中越不忍再看 那是他的祖辈在征战 在流血 是人族的祖辈 为自己未来的命运挣扎 终于 这一战落幕 那位已经老死的天帝 也无法改变战局 最终魂魄和灵彻底燃烧 化作最后一击 他的剑 惊艳了岁月 邪恶存在遭到了重创 无边的阴影在飞速后退 如同潮水般远去 最低可以阻挡 你千年 已故的苍老天帝 站在自己的棺果上 拄着那口神剑 露出了笑容 他的肉身化作灵光消散 灵魂也化作灵光消散 甚至连他手中的剑 也在瓦解消散之中 他将不复存在 希望这千年时间 我的后辈能够崛起 力挽狂澜 他的肉身和灵魂彻底消失 地关轰然破碎 伏西士的最后一任天帝 没能回到神族的祖地安葬 忠岳眼中的泪水已经干了 木然地站在船头 伏西士最后的天帝 虽然争取了千年的时光 但是千年后 并没有出现力挽狂澜的人物 伏西士还是没落了 邪恶存在从第六道界的 盘古神人头颅之中 破冠出 趁着轮回大圣地驾崩 血迹了第六道界 让地际时代从此落幕 奇怪 为何会出现十万年前一幕 上天王难难道 天皇地道的传送光流 在渐渐变得暗淡 而那一艘艘古老的战舰 也自变得斑驳 似乎又要回到岁月中去 这是十万年前的旧事 在传送光流中线 是光流中的烙印 刚才烙印不知因何爆发 所以才会让他们误以为 回到了十万年前 经历了那一战 而经光流消失 自然那一幕也随之消失 快看 快看 八部众神将中的天眼神 将突然惊声道 那里出现了什么 众人纷纷看去 只见即将完全消散的传送光流中 有一丝光芒没有消失 依旧明亮耀眼 那是什么 众人纷纷看去 即便是上天王 也努力地瞪大眼睛 试图看清光芒中的东西 只是那光芒着实奇特 即便是他这尊神皇 也无法看清 而天眼神将 虽然目立冠绝威神六道剑 但也无法看穿那团光芒 不过众人可以看得出来 那团光芒在流动 而且是在向这边移动 因为刚开始 那光芒只是很小的一点 而现在 看起来 已经大了许多 上天王隐隐感觉到不妙 联盟高声道 起航 快快起航 赶快离开此地 舰队上的诸多天庭 神波联盟全力催动 一艘艘楼船 全力向外驶去 而在他们背后 那光芒越来越大 越来越明亮 光芒璀璀 映照着他们的身体 仿佛透明了一般 不但他们的身体显得透明 甚至连他们脚下的楼船 也看起来 好像是透明的船体一般 甚至他们 看向自己的身体时 看到了无数粒子 奇异的粒子 不仅他们的肉身是这样 甚至连他们的元神也是如此 法力也是如此 魂兵神兵 莫不是如此 连同他们脚下的楼船 也仿佛被分解了 变成了无数最细微的粒子 即便是上天王 也不由得心惊肉跳 他的元神 肉身 黄极神兵 被那光芒照耀 也是呈现出分解到最细微的形态 他心中不由生出莫大的恐惧感 死声道 是那口剑的神通鱼波 那是最后一刃 伏袭天地的剑 号称粉碎一切的剑 其神通经验惊绝 若是被这口剑的神通鱼波追上 只怕他们所有人都将彻底瓦解 彻底粉碎 上天王怒吼 震荡所有法力 全力催动楼船急迟 浮光掠影 向远处逃顿而去 但是他的努力显得徒劳 他们背后的那团光芒更快 一个呼吸的时间不到 那团光芒便来到他们的身后 那光芒明亮至极 让所有人眼前一无所见 什么也看不到 什么也看不清 所有人都只觉 自己仿佛已经分解成最细小的例子 巨大的光球 将所有楼船舰队淹没 天地间一片安静 死界 突然 光芒消失 楼船舰队再次出现 一艘楼船上所有人都是一片茫然 渐渐地 有的神魔大口 大口地喘着粗气 有的神魔瘫软在地 有的神魔在颤抖 都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上天王的双腿 也在颤抖不已 想要说话 嗓子却已经哑了 什么也说不出来 他的元神也在站立 魂不守舍 其他人也莫不是如此 太可怕 刚才那光芒 实在太可怕了 钟月也是心计不已 突然 他感觉到 自己的元神秘境中 多出了一样东西 星火 钟月元神悸动 颤声传音道 星火 那团光 星火钻入他的元神秘境 在道一秘境中 他看到了刚才追击 他们的那团光芒 静静地漂浮在 钟月的盘古神人身侧 这光芒里面 好像是 星火上下打量 纳闷道 一口剑饼 光芒内部 是一口神剑的剑饼 只剩下把柄 没有剑身 那惊天动地的光芒 便是从剑饼中射出 就是这剑饼 将上万神魔 吓得几乎魂飞魄散 剑饼 钟月纳闷 那是那光团 突然心头微震 师声道 这口剑饼 难道是 是那口剑 星火点头 围绕剑饼上下转动 道 老天地的那口神剑 没有完全解体 留下了剑饼 一定是这口剑的剑饼 感应到伏羲血脉 所以追了过来 反倒将你们下的亡魂 都险些跳了出来 伏羲是 看来真的是 只剩下你和私命了 他有些黯然 低声道 否则不可能这十万年来 只有你经过这条天皇地道 地剑的剑饼 一直留在这里 等待伏羲经过 但是这一等就是十万年 他没有等到任何伏羲 只有今日 钟月乘船从此地经过 然后他感应到了伏羲的血脉 于是飞来 地剑虽然只剩下了剑饼 但微能也是惊天东西 从天皇地道中飞出时 引动了天皇地道中的烙印 于是有了中月等人所见的那一幕 这口剑饼之所以选择你 大概是因为 你是路过此地的唯一一个伏羲 星火到 唯一一个伏羲 钟月心中沉甸甸的 他是十万年来路过此地的 唯一一个伏羲 可悲的是 他这个伏羲并未血脉完全觉醒 目前只觉醒了三成半 这口地剑 虽然只剩下剑饼 但也不可小觑 毕竟是开创六道轮回的天地的配剑 象征着伏羲神族最高的神权 星火到 上代伏羲天地的剑饼 落在你的手中 对你不知道是好是坏 这是天地的权饼 权饼授与钟月 在星火看来这里面大有深意 但同时对于钟月来说 只怕重担增加 危险增大 他没有把钟月当成真正的传承者 毕竟钟月不是纯正的伏羲 但他把钟月当成自己的朋友 所以不忍心看着钟月扛起这个重担 或许应该将这剑饼扔掉 星火突然到 钟月摇头 不能扔掉 这是最后的伏羲的地留下的遗物 岂能扔掉 这口剑饼 是那位故去的地 格式相赠 既然选择了他 他就必须留着 他突然有一种响哭的冲动 老门主封长 选择下一任门主 没有选他 选择了君思邪 远居在紫微星域的人皇 选择下一代人皇 没有选他 选择了公孙轩缘 星火也没有选他为传承者 而是依旧固执地 等待一个唇血的伏羲 而现在 这口只剩下剑饼的剑 选择了他 他有一种被认同的感觉 被自己的种族认同的感觉 心中觉得满足 伏羲 我是伏羲 他抬起头 露出一丝灿烂的笑容 第0725章 天云紫金阁 这是身份的认同 心灵的归属 钟月从前听到 星火口中伏羲神族的光辉历史 以身为伏羲神族的一员而骄傲 为自己祖上的光辉灿烂而自豪 但是没有人认同他 祖心上的人族迷茫 不知自己是被封印血脉的伏羲 摇在紫薇心域的人 皇为人族劳心劳力 有着无边的报复 却身体已劳 受人监视 他想要栽培出一个人族的皇 不是伏羲的地 至于钟月 从未入他法眼 就算是星火 就算是私命 也只认同钟月是半个伏羲 不被种族认同 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 而今 他心灵有了归属 波罗六道界快要到了 上天王回过神来 声音还是有些颤抖 显然还是后怕不已 高声喝道 继续前进 不要在这里多停留一刻 各艘楼船上的神魔镇定下来 纷纷催动楼船 向波罗六道界驶去 上天王回头看向那地战之地 又打个冷战 摇了摇头 邪门的地方 回来的时候 老子打死都不走这条道了 宁愿绕路 多走一年半载 也胜过在这里担惊受怕 八部众神将文言连连点头 天听神将道 天王 只要进了波罗六道界 便算是安全了 对了天王 刚才我们见到的那些诡异事情 是否要问一问各位界定 波罗六道界 如今聚集三千六道界的界地 云集一堂 各位界地见多识广 说不定知道一些上古隐秘 上天王看他一眼 淡然道 作死吗 作死 天听神将呆了呆 疑惑不解 上天王冷笑道 上古的历史 有一段空白期 显然是被大神通整抹去 刚才那场战役 出动了天地级的存在 战斗余波 都被抹杀得一干二净 显然胜利的一方 不想自己的灰暗历史流传下来 我现在捅出去 不是作死是什么 三军听令 他挥一下所有神魔联盟 竖起耳朵倾听 上天王喝道 刚才的所见所闻 都给老子烂在肚子里 谁也不许说出去 等一下 让你们不走漏 半点消息肯定不行 都给我听好了 把刚才的记忆给我抽出来 直接泯灭掉 谁敢保留 我就杀谁 楼船舰队上的 一尊尊神魔文言 各自漠然 将自己记忆中 对刚才诡异事件的 剑文统统抽出 直接泯灭 不保留任何记忆 上天王看向 居颖 于博川 华镇川等人 众人也是沉默 各自抽取记忆 相继泯灭 上天王又看向 石英姬 迟疑一下 道 你不泯灭记忆也行 回头告诉 芥蒂或者娘娘 芥蒂和娘娘 肯定知道厉害 会让你泯灭那段记忆 石英姬笑道 我知道后果 肯定不会麻烦我娘亲 说吧 也抽出那段记忆 化作灰灰 上天王又看向 中月 露出询问之色 中月摇了摇头 道 我想保留下来 上天王想了想 点头道 你靠山厉害 倒也不拒 随你便是 不过你靠山虽硬 但也需得小心 不要随处乱说 否则必然会给你 招来大祸 说不定还会连累到我们 中月乘世 上天王将自己的记忆 也小心翼翼地 抽取出来泯灭掉 然后呆了呆 脸上露出恐惧之色 回头惊恐地 看向那地战之地 石声道 我们刚才还在 地战之地外 刚刚被地战之地 打断了传送光流 怎么一下子 便来到这里了 八部众神将 也是露出惊恐之色 石声道 我的那段记忆也不见了 我也是 我记不起来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一艘搜楼船上 诸多神魔慌乱不已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只记得 被这片诡异的地方 打断了传送 之后便是一片空白 怎么来到这里的 他们一无所知 老子再也不从这里走了 回来的时候宁愿绕道 多走个一年半载 也不从这里经过 上天王心有余悸 恶恨狠道 中月看着一艘搜楼船上 慌乱惊恐的诸多神魔 心中一片安宁 那段记忆 上天王他们都抹去了 只有他还保留着 只是这个秘密 他绝对不会说出去 只能让他成为秘密 埋在自己的心底 自己记得就好 不要忘记前辈先烈的事迹 记得他们为我们做过的事情 将来有一天 提到来清算 楼船舰队距离 波罗六道街越来越近 渐渐地行驶到 波罗六道街的天庭 浩瀚无垠的天庭宫殿 层层叠叠 一宫一殿 高尾暗 光明大放 神魔七夕 神圣不凡 这里的气象不俗 比威神六道街还要奢华 还要神圣 殿前躲躲凌云 空中凤龙城祥 又有各色神魔在天空 地面或者海上 呈现出各自的神魔形态 可谓是千姿百态 都给我打起精神 不要像那乡下来的土包子似的 上天王扫了自己 麾下的诛神江一眼 低声喝道 抬头 挺胸 眼中不要露怯 不要觉得自己身上的神甲低档 你不说 谁都不知道是低档祸 楼船舰队 还未接近波罗六道界的天庭 便只听一声大笑传来 尚兄 尚兄 许久不见了吧 还记得福某吗 自然记得 有劳福兄亲自相迎 尚某心中甚愧 尚天王哈哈大笑 走上前去 迎上一尊珠光宝气的天王 向身后的八部众神将道 这位是波罗六道界的福天王 你们还不见礼 八部众神将见礼 福天王笑道 如今各位界地 都在天云紫金阁上传道讲法 相互讨教道法神通 当真是天降天花 地勇金拳 好不羡慕 你安顿好这些弟子 我带你 前去墙角听讲 说不定能够听到一些好处 尚天王大喜 笑道 天云紫金阁 真是好去处 若是能够听到三千界地讲法 传授道法神通 就算死了也值了 天云紫金阁是什么地方 石英姬好奇道 这是云山界地之女 上天王连忙道 福天王看了石英姬一眼 抬手指向天庭深处 道 就是那里 你看 神光飘摇 大千异象 那里便是天云紫金阁 是界地会客会友之处 曾经那里接待了不知多少界地 甚至还有帝君 当今的天地陛下出游 到了我波罗六道界 都是在那里落脚 当真是我波罗六道界的 第一神圣之处 钟月等人纷纷抬头张望 只见天云深处 的确有一处地方大势不凡 朵朵祥云 沁云飘浮其上 金光豪光亿万道绽放 又有阴落 宝伞 楼塔 钟顶 宝伞 天壮等各种神圣宝物 徐续转动 绚丽多姿多彩 隐约之间 仿佛有种种妙不可言的道音 传荡而来 如同天因天乐传入耳中 传入灵魂深处 发人深省 真是好一处所在 于伯川赞叹道 这等好去处 我们也能去听讲吗 这位小哥是 福天王疑惑道 上天王笑道 欲见的一个小辈 福天王冷哼一声 你们 还没有这个资格 那里是什么地方 我波罗六道界 接待各界界地 甚至紫微星域的帝君之地 岂是你们所能踏足的 于伯川大怒 这个福天王 也太见风使舵 欺软趴硬了吧 听到我是来自御剑 便这副嘴脸 中月敲声道 伯川兄 不要与他一般见识 这位小哥是 福天王再次问道 上天王笑道 也是来自我 威神六道界的御剑 他还未说完 福天王大怒 呵斥道 黄口小儿 当心风大闪了你的舌头 闪了舌头倒也罢了 当心牙齿 也给你闪掉了 上天王呆了呆 继续道 他靠山很厉害 是一尊先天神 我家戒弟陛下 也对他很是客气 福天王脸色 顿时变得极为精彩 而在此时 天云紫金阁中 两千九百九十九位 戒弟各自落座 谈论道法神通 很是激烈 甚至还有戒弟说的兴起 便当众鄙视起来 但多是点到极致 然后哈哈一笑 又各自落座下来 这其中 波罗六道界的戒弟 叫做道明 最是出众 身材高大伟岸 眉目狭长 内蕴神光 在诸多戒弟中 显得尊贵异常 神圣非凡 而各位戒弟 对他也很是礼敬 毕竟道明戒弟 乃是所有戒弟之中的 第一高手 而且是公认的那种 又是半只脚 踏入帝君境界的存在 礼当尊敬 要知道 这一脚跨出 便非比寻常 成为帝君 戒弟的君 道明戒弟 虽然只跨出半只脚 但也非同小可了 他虽然名叫道明 但是其他戒弟 却都不是这么称呼 而是换作波罗戒弟 已是尊敬 突然 道明戒弟微微皱眉 轻易一声 诸位戒弟纷纷看来 笑道 波罗戒弟 有何事惊讶 道明戒弟 脸上惊讶的表情 还未消散 是笑道 说来也怪 我竟然感觉到 我身体的一部分 进入天庭了 而且距离不远 真是奇怪也在 诸位戒弟 也都是各自惊讶不已 纷纷道 波罗戒弟 为何这般说 道明戒弟笑道 我曾经遇险 失了一片灵 被一个后生得到 而今这片灵 你们说怪不怪 我的灵既然来了 也罢 就召回来吧 南天门下 忠悦突然只觉 元神秘境震动 他藏在秘境中的 灵片明镜 突然切开他的秘境 呼的一声飞起 向天云紫金阁而去 忠悦心神大震 顿时想起 那个在祖星太阳中 刨地灵的可怕存在 失声道 糟了 第0726章 前所谓有之危局 当初忠悦来到 祖星太阳边缘 试图收取先天日耀真灵 恰逢日耀爆发 从太阳中 飞出十多个日耀真灵 向祖星飞去 当时忠悦得到其一 也就是岁数 岁数虽然无法成为他的灵 但是却可以温养金屋真灵 让金屋真灵 向先天真灵转变 至今 岁数还在他的原神之中 被他的先天金屋真灵 当成鸟巢七夕 那时 忠悦发现 太阳之中 有一个可怕的存在 好像是一个巨大的魔怪 在挖太阳核心中的地灵 当时忠悦潜入太阳 然后看到一个巨大的镜面 将自己照耀的 没有半分秘密可言 随着镜面移动 更多的镜面出现 是一个巨大的灵爪 但是灵爪的主人 他却没有看到 因为目立限制 无法一览其全貌 后来地灵的静置爆发 伤到了灵爪的主人 一块灵片飞出 被忠悦收走 于是 灵片明镜 变成了他的宝物 灵片明镜上还带着血迹 只是这灵片主人的血统奇特 即便是星火 也没有从血迹中 感应出他的种族 灵片明镜带给忠悦无数好处 让他和剑门中人照镜子时 可以发现自己的种种不足 大幅度提升了 忠悦和剑门的实力 而且 此境可以找出 他人的弱点和破绽 帮助忠悦 战胜了许多 不可能战胜的对手 但是他心中却知道 这灵片明镜的主人 恐怕不是善来 因为当时他试图挖开的地灵 正是穗黄的地灵 地际和火迹时代的地灵 是祖星的屏障 外敌不敢入侵 灵爪主人试图挖开地灵 自然是为了对祖星不利 而近灵爪的主人 居然感应到 藏在忠悦元神秘境中的灵片 将灵片明镜收走 忠悦自然毛骨悚然 尸声惊呼 灵片飞去的方向是天云紫金阁 显然灵片主人是一尊芥蒂 而现在 一尊芥蒂发现了它 那尊芥蒂是在祖星太阳中 被震伤 丢失了灵片 而今收回灵片 自然会知道 忠悦并非是 威神六道界的生灵 自然会知道 忠悦是来自祖星 糟糕 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 忠悦头皮发麻 几乎立刻便要离开 远远地离开此地 能走多远便走多远 一个灵片 便拥有如此可怕的能力 映照一切 若是灵片主人亲自看它 到底能够看出多少东西 自己还能有多少秘密 可以隐藏 别的不说 单单是来自 废界祖星这一条 便足以让它 被灵片主人怀疑了 因为 祖星已经被封锁 绝天地道法神通 一张诡异的图封印 天地时空 造化亿万行尘 绝无离开的可能 而忠悦却离开了 他是怎么离开祖星的 怎么来到这里的 若是因为他被发现 恐怕封锁祖星的 唯一漏洞也会被发现 从而将漏洞堵死 让后人再无离开的可能 我死到是小事 但是我身上的秘密干系极大 无论星火 还是封印祖星的漏洞 都不可泄露 忠悦目光闪动 郑狱离开 上天王转头向他看来 笑道 月侯 什么糟了 福天王脸色微变 月侯 你有所不知 月侯登上了 纯阳雷杰四十九重天 因此 我家云山界地欣赏他 封他为侯 少年封侯 前途不可限量 上天王哈哈笑道 福天王脸色在变 心中暗暗叫苦 这个人组有大靠山不说 居然还能踏上 纯阳雷杰四十九重天 这是界地的资质 造物主的资质 我刚才还呵斥他 说他黄口小儿 这才是真的糟了 他是个察言观色 溜须拍马的势力之辈 若是有背景 便恭维讨好 若是没有背景 便换一副脸色 而今忠悦不但有背景 而且前途无量 让福天王 立刻又换了一副脸色 言语恭维讨好 忠悦也是暗暗交集 想要离开 不过福天王像是蜜糖一样 黏着他 百般讨好 根本不容 他有脱身的机会 天云紫金阁中 诸多戒弟只见那灵片飞来 争得一声轻响 落入道明戒弟身上 都是赞叹一声 道 物归原主 也是一件喜事 波罗戒弟 能被你称为后生的 肯定与你有瓜葛 你还将自己的灵片赠予他 被你如此器重 这个后生 肯定是你的晚辈 一位戒主笑道 何不让他进来见一见 道明戒弟笑道 我的确要见一见这个后生 我还有些事情 想要问一问他 他目光闪动 心中也是纳闷不已 帝君和其他几位强者 明明已经炼成了 魂天图和科技神术 封锁了祖星的空间 和天地大道 而这个后生 是怎么从祖星中走出来的 而且 他如今居然成了 威神六道界的一员 代表威神六道界出战 这里面肯定有些猫腻 我这边让他过来 而在这一边 福天王安排中月等人住下 笑道 上兄 我带你前去 天云紫金阁的墙角听讲 十公主 钟老弟 不如同去 十英姬眼睛一亮 连忙点头 中月轻轻摇头 推辞了去 福天王回的肠子都轻了 心道 真不应该嘴快得罪了他 现在想要讨好他都难了 也罢也罢 我家姑娘生得天香果色 不如晚上就给他送去 上天王 福天王和十英姬 前去天云紫金阁 福天王视力眼 只带着他们 至于居尹 于博川 华镇川等人 则没有这个机会 钟月眼睛一亮 立刻走出宫去 不由分说 便向天亭外飞去 心道 走 越快越好 他风驰电掣 全力向外赶去 不过这波罗六道界的天亭 大得不可思议 一时片刻间 根本无法飞出天亭 若是能够找到 一座传送阵 不管是什么地方 直接传走 哪怕是龙潭虎穴 都比这里安全 钟月刚刚想到这里 突然眼睛一亮 看到一座传送阵法 可能已经坏掉了 许多神魔正在那里 修理传送住 重新铸链图腾文 他当即快步走上前去 心道 坏掉的传送阵 对其他人没用 但对我来说 自身的图腾文 便可以补缺 直接传走 他刚刚冲入传送阵中 全身法力沸腾 正要补全传送图腾文 突然一股莫大的法力 从天而降 钟月天旋地转 挣扎不得 等到那股法力消散 眼前顿时一片光明 只见天地尽头 耸立着一根根古铜色的柱子 粗大无比 撑起天穷 而在天穷上 则是满天繁星 日月藏在繁星之中 光明璀璨 群星捧日 捧月 很是奇特 这是一座大殿 将日月星辰 镶在垫顶的大殿 但这并非是最壮观的 最为壮观的是 这座大殿中的神魔 一尊尊强大无边的神魔 肉身广大 如同一颗颗星球般 坐在钟月的四周 各色神光魔光围绕它们转动 一种重五颜六色的图腾大道 如龙如胶如蟒 如虫如凤 如鸟 如鱼如山 如星如河 千姿百态 色彩缤纷 在一道道六道光轮中出没 道音震荡 阐述种种道妙 述说天地的道理 戒帝 三千六道界的戒帝 尽数聚集于此 或者应该说 只有两千九百九十九尊 因为原来的第一六道界 变成了费剑 没有戒帝镇守 钟月脑中轰鸣 滚滚的神威弥漫 但却没有一尊戒帝的神威伤到他 只是净显神圣而已 这些戒帝的身躯太广大了 让他感觉自己如同蝼蚁般渺小 而此时星火早已经沉寂 陷入昏睡之中 不敢有任何异动 不但没有任何异动 这朵小火苗 还回到同灯的灯心上 火光暗淡 借此以躲避这些戒帝的探查 戒帝实在太多了 而且都是造物主级别的存在 别说他有所异动 便会被立刻发现 就算没有任何异动 恐怕都难以躲过这些存在的探查 所以他只能沉寂 而且还要借助同灯来 遮掩这些戒帝的窥探 免得被发现 果然是个英俊少年 诸多戒帝纷纷向钟月看来 只一瞬间钟月便感觉到 可怕的目力扫向自己 几乎将自己全身上下所有秘密 看得一干二净 半点隐私全无 无边的压力袭来 将他压的体内传来霹雳啪啦爆响 先天金屋真灵与先天星禅真灵 不由自主浮现出来 化作三足金屋 化作三足六目星禅 接着又化作三足鸟手神人 化作三足六目神人 他在寝刻间 便被这些存在的目光 逼迫的元神不由的不显化出来 但最可怕的 不是金屋元神和星禅元神 而是他的福西元神 竟然也被逼得蠢蠢欲动 竟要不由自主地显化出来 若是福西元神显化出来 那么他就算靠山再硬 也只有死路一条 正在此时 突然一声轻易传来 只听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诧异道 原来是月侯 波罗戒帝 没想到尼口中的后生 竟然是他 难怪 难怪 那些戒帝眼中的压力一收 纷纷寻声看去 开口说话的 却是威神六道界的云山戒帝 云山戒帝呵呵笑道 波罗戒帝 真是慧眼识英才 月侯是我威神六道界 此次大比 选出的第一强者 虽是人族 但实力着实没得说 战力高绝积压群雄 便是我女儿 也被他比了下去 而且 月侯还有一位先天神指点 我原本还在诧异 区区一个人族 怎么会拥有这等实力 现在才知道 原来除了先天神指点他之外 连波罗戒帝 也对他颇为垂青 先天神 中月看去眼中露出思索之色 这次他们的目利中 没有了那种探索一切奥秘的压力 纷纷笑道 原来如此 波罗戒帝真是好眼力 寻得了一个好后生 波罗戒帝面色如古井无波 等待诸位戒帝的夸赞结束 这才冷笑一声 淡然道 不过他身上还是有些秘密 连我也没有觉察出的秘密 他的目光向中月看去 中月刚刚松了口气 被这目利一扫 顿时无边的压力袭来 伏袭元神在南压制 便要浮现出来 第0727章 圆圆 波罗戒帝的目利极为可怕 似乎可以探究一切隐秘 让中月甚至有一种 被伏袭天地的宝剑照耀的感觉 他全身的气血在沸腾 伏袭元神也被他的目光触发 中月压制不住自己的元神 突然猛地咬牙 一股精神力轰在石海中的 那团先天神穴上 轰隆 一股莫名的神威 从他石海中爆发 浩浩荡荡荡 有如星河从他石海中迸发 先天神威煞时间弥漫整个大殿 恐怖而高贵的气息 镇压全场 那团神血中的能量被他触发 中月身后浮现出 一尊人手蛇身的女子虚影 眼帘徐徐张开 顿时所有戒地眼前一片雪白 被他眼中神光刺的眼泪横流 神后娘娘藏在那团神血中的能量 被中月触发 先天神 真有一尊先天神 一尊尊戒地动容 心中震惊莫名 纷纷起身 向神后娘娘的虚影见礼 即便是波罗戒地 也不再矜持 站起身来 躬身见礼 先天神的修为实力 虽然有高有低 刚出世的先天神 也就是神后 神皇这个档次的存在 但是中月身后的那尊先天神的虚影 却绝不是刚出世的先天神 而是经历了不知多久的岁月沧桑 虽是虚影 但他的神威 却高远而厚重 仅仅是神血中蕴藏的能量 便让他们这些借地战利 金句 可见 若是他的本体前来 会是何等的强大 中月也是脑中猛然 他激发神后娘娘那团先天神血的目的 并非是打算触动神血中的能量 引出神后娘娘的虚影救场 而是为了触动先天神血中 蕴藏的滑虚式血脉 以滑虚式血脉强大的童话能力 将他的肉身和元神同化为滑虚式 如果能化作八大皇族之一的滑虚式 倒可以截此畏惧 不过那样做的话会有着很大的隐患 那就是 化作滑虚式之后 能否修回自己的肉身 修回自己的元神 还是个未知之数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神后娘娘居然在这团神血中 留下了恐怖的能量 能够化作他的虚影 多半是这位娘娘担心他的安危 所以留给他一道救命的本钱 神后娘娘终于松了口气 这才彻底地放下心来 他的身后 神后娘娘的虚影也不还理 轻轻点了点头 声音仿佛隔着无数时空传来 显得极为遥远 我在紫微地心 会见天地陛下 不能久留 不便会见诸位 诸多借地眼角乱跳 这位娘娘的本尊 竟然在紫微地心 而且是在会见当今的天地陛下 最为关键的是 他用的是会见这个词 会见多少有些高一级的存在 接见低一级存在的意思 这位先天神用到会见这个词 岂不是说当今的天地陛下 比他的地位还要低上一筹 波罗借地也是微微变色 躬身道 不敢留娘娘 娘娘请回 神后娘娘的虚影消散 化作一团先天神血 滴溜溜转动 返回中月的石海之中 波罗借地松了口气 目光再次落在中月身上 这次目光也不再有侵略性 也没有那种探寻一切秘密的可怕目力 陈寅道 原来如此 难怪小友可以离开那里 是我多疑了 刚才吓了你一下 原因该补偿 来啊 赐予小友一个蒲团落座 有神将搬来一个巨大的蒲团 放在中月脚边 中月抬头仰望 这蒲团与其他界地的蒲团一般大小 那些界地伟岸无比 大如星球 蒲团自然也是庞大无比 否则怎么能容纳得下他们的身子 而现在 他身前的这个蒲团 便是这么巨大 中月定了定神 纵身飞上这个庞大的蒲团 摇身一晃 化作万丈大小 但还是显得无比细小 他在摇身一晃 化作高达十万丈的巨人 但坐在蒲团中 还是显得玲珑小巧 中月无法继续变化 指得落座 放眼看去 四周都是巨大的神人 唯独自己小的可怜 诸多界地纷纷笑道 能有如此变化 近乎天神了 小友不必如此 尽管落座 所谓大小 并无区别 年纪轻轻便有这等实力 我火山六道界的压力很大 云山界地 你倒是选出了一个好苗子 这次你们威神六道界 不用垫底了 道兄客气 中月放松下来 这蒲团着实太大 刚才他之所以变化一番 倒并非是为了显露修为 博得赏识 而是想试探一下 自己的修为底线 到底在何处 而且 若是没有一番表现 万一这些界地 若是再次动了好奇之心 试探他 那就有些糟糕了 神后娘娘 未必会再次显露虚影 所以 不如自己主动显露出来 云山界地心中 倒是有些界地 心中暗暗埋怨 中月修为展露得早了 应该在大笔之中 再展露出来 这才能出其不意 克敌之胜 不过中月背后的靠山 显露虚影 镇压全场 而且会见天地 已经表明了 中月的确不能动 他也不好贺责中月 波罗界地再次看向中月 温和道 赐你落座 并非你有资格与我等分庭抗礼 有一席之地 而是你有那位娘娘的支持 刚才还吓到了你 我又收回自己的灵片 所以 对你要有所补偿 中月谢道 多谢界地 他开口说话 只觉自己的声音 只在自己身边震荡 根本无法传递出蒲团 又是大吃一惊 我的声音 竟然连这蒲团都无法传出去 与这些界地的差距 实在太大了 简直是云泥之扁 这座大殿内部的空间 实在太大 蒲团都有一个星球大小 界地与界地之间的距离 看似很近 其实隔着数十亿里的空间 主要是因为这些界地身躯广大 所以看起来近 界地的修为太强 他们说话 声音震荡 直接传到所有人耳中 而中月的 修为实力虽然不弱 但想要发出声音 让这些界地听闻 那就难如登天了 以他现在的本事 根本无法办到 而且 你的确与我大有渊源 波罗界地继续道 你大概不知 当初为何我会留下一块 灵片给你 而不是收走 这里面主要是因为 我连你之才 因你观想的是我 中月茫然 自己何时观想的是 这位波罗界地了 云山界地笑道 还不谢过波罗界地 波罗界地哈哈一笑 也不解释刚才那句话 道 不用 他修为尚浅 说话也无法传入我们耳中 你无需说话 只管听讲便是 能得多少好处 就看你自己了 中月点头 静下心神 听这些界地讲法讲道 诸多界地热闹了一番 又再次谈论道法神通 讲述自己的领悟 很是激烈 中月心无旁骛 侧耳倾听 不由地瞠目结舌 这些界地所讲的道法神通 都是深奥无比 极为高深 甚至还动手笔画 演练神通 这些道法神通 是他前所未见 前所未闻 让他连忙前心记忆 全力参悟 不仅如此 诸多界地还阐述自己 参悟的大道奥妙 更是惊人 更是深奥 中月只觉自己的脑袋不够用 根本无法参悟出 这么多的精妙 连忙摇头一晃 又生出一个个脑袋 他周身图腾纹翻飞 因摇摇摇数不胜数 不断推演 帮助参悟 但是他所能 来得及领悟的还是太少 刚刚参悟出一丝一毫 又有界地抛出新的理念 带到他想去记忆推演时 又换了一种 这好处也是无法想象 让他的修为在疯狂增进 见识再不断提升 底蕴也在飞速增加之中 试想一下 什么机遇 能够比得上三千界地 一起传道讲法 中月陷入癫狂之中 全力领悟 而在天云紫金阁外 福天王带着上天王和石英姬二人 来到紫金阁外的墙角下 三人看去 只见墙角下并排 站着一尊尊神皇魔皇 都在靠着墙侧耳倾听 有的还张头向店内观望 石英姬微微皱眉 这些神皇 魔皇早已经将天云紫金阁的墙角挤满 无处下脚 福天王笑道 不必担心 我早已为你们留下了一个好位置 上兄 公主 这边请 这个位置是个好地方 就在大门边 不但可以听到店内的芥蒂讲法 还可以偷看个几眼 看看芥蒂们的神通奥妙 只要不盯着芥蒂们看 他们是不会怪罪的 上天王佩服万分 赞道 还是福兄有手段 居然连这等好地方都能弄到 福天王叫苦道 上兄啊 您是不知道我为了这个好位置 花了多少财宝 这里面都是要买通关系的 当真是财宝如流水般送出去 才能站到这个上等位置 上天王笑容满面 福兄放心 小弟必有回报 必有回报 三人挤到天云紫荆阁的大门边 果然这里听讲 各位芥蒂的声音清晰了许多 三人凑头向里面看去 不由地惊叹 一尊尊芥蒂的确是大千亿象 非比寻常 若是能进去听一听 那真是死了也值 等一下 那个蒲团上的好眼熟 上天王 福天王和石英姬呆呆地 看着店中的一个巨大蒲团 上面坐着一个人族少年 与各位芥蒂平起平坐 都是恶然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石英姬诗声道 上天王恍然大悟 我说他 为何不来听墙角 原来人家有本事进去听讲 比咱们好了 不知多少倍 福天王肠子灰青灰青的 刚哑一咬 按道 说龙天老爷 也没用了 晚上一定便把我女儿 给他送到房里去 说不定还可以补救 第0728章 亚苗助长 这场盛会 对于诸多芥蒂来说 只是相隔多年不见 大家句一句 讨论一下道法神通 并无什么争强斗狠 非要比个高低胜负的意思 也没有 将自己所有的绝学 都展露出来的意思 他们讨论的 只是偶然所得 或者无关重要的领悟 毕竟 芥蒂与芥蒂之间 也并非是铁板一块 甚至许多芥蒂之间还有仇 谁都不会把自己的撒手锏 当众施展出来 供他人研究 但即便是闲聊 对于其他炼气士和神木来说 也是祸意匪浅 收获最大的还是钟月 他坐在大殿之中 相当于2999位造物主 为他传道讲法 这是何等的机缘 不过 他也感觉到了险恶之处 随着他的修为的提升 他竟然发现自己的修为 有些不受控制的提升 糟了 境界有些难以压制了 钟月心头如明镜一般 顿时知道 有些芥蒂觉得自己 对他们六道界的炼气士是个威胁 所以在传道讲法的过程中 动了手脚 这手脚并非是暗暗折损钟月的修为 而是借传道讲法 带给钟月的领悟 提升钟月的修为 对于芥蒂这等存在来说 对一个小辈下手 坏其心境或修为并非难事 坏了对方的大道基础很简单 并不一定需要折损对方的修为 甚至提升对方的修为静境 也可以坏了对方的道肌和道横 因为修为境界提升太快 便会根基不稳 比如 钟月刚刚进入通神境前后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无论是修为打磨 还是元神助恋 亦或是急到魂兵 或者是精神力 血脉 气血 都没有得到系统的提升 而这时 如果他的修为境界突飞猛进 一举跨入神明境界 修成纯阳元神 他的道基和道横便被坏掉了 因为通神境界的根基不牢 今后就算是拼命苦修 成就也是有限 除非能够补全通神境界的基础 才可以再进一步 但是 那就需要千百倍的努力 而且 也未必能够补全错过的基础 不仅如此 此次所有六道界大笔 定六道界的排名 参赛的练棋式 只能是神明以下的存在 如果钟月提升到神明境界 那就会丧失了资格 不能参加排名大笔 这样 无形之中就铲除掉一个强敌 这便是亚苗助长 把河苗拔高了 看似高了 实则根须已经断了 坏了根基 钟月刚才表现得太强 展露天地法香 近乎天神 对许多六道界的练棋式来说 是个不小的威胁 所以 有些界地便要在无声无息之中 动点手脚 这些界地的手段 实在是神乎奇迹 无迹可循 钟月额头冒出冷汗 天云紫金阁中的界地太多了 这么多的界地讲法 道音震荡 他根本分辨不出 到底是哪几位界地 在偷偷向他下手 甚至有可能不是几位界地 多半是几十位 甚至几百位界地 否则 仅凭界地的道音 根本无法将他的修为 提升得如此之快 现在他的修为提升 不是如有神柱 而就是神柱 有几十乃至几百位界地 助他提升修为 根本压制不住 险恶 太险恶了 钟月强行压制修为 但其中不少界地讲的 正是元神纯阳之道 让他的元神 再不断地炼去阴魂 向纯阳转变 按照这个速度 恐怕再过片刻 他便无法压制 直接突破修成元神纯阳 通神境界的道基和道横 便被败坏 这还是星火将他的肉身 提升了两三倍的结果 如果没有星火 在纯阳雷结中提升他的肉身 恐怕此刻他早已经压制不住 直接成神了 这些道音他不听也不行 界地是什么存在 他们的道音不容你不听 直接传递到你的脑海中 若是突破修成元神纯阳 他必然会留下很大的隐患 突然 两千多个道音之中 一个厚重的声音响起 道音震荡不绝 传入钟月的脑海中 钟月顿时只觉自己的法力震荡 这道音中蕴藏的道理 却是如何锤炼法力 碾膜法力 提升法力的质量 让他的法力在震荡中 不断变得精纯 萃取杂质 顿时 钟月压力一轻 只觉自己的法力狂暴 提升的势头大大降低 法力变得越来越精纯纯粹 他心中微动 难道是云山芥帝在暗中帮我 一定是他 看出我的处境 暗中助我炼化法力中的杂志 却在此时 又有一个道音响起 这个道音 讲的却是如何淬炼精神的奥妙 讲得天花乱坠 钟月的石海中 顿时有朵朵天花缤纷落下的异象 让他雷池中的精神经验 得到不断的提炼 又缓解了他一部分的压力 这又是谁 钟月愕然 云山芥帝助他一臂之力道也罢了 怎么还有一尊芥帝暗中相助自己 云山芥帝之所以助他 主要是因为六道界的排名 代表着各位芥帝的脸面 毕竟谁也不想自己的六道界垫底 而这位突然发出道音助他的芥帝 又是什么打算 其他芥帝不趁机落井下石也就罢了 为何还会出炎助他 这个道音夹杂在诸多芥帝的道音之中 他也无法分辨到底是哪位芥帝相助 突然 又有第三个道音响起 这个道音阐述的 却是修炼仙天真灵的奥妙 也是传入中月的耳中 助他锤炼仙天真灵 然后是第四个道音 道音嗡鸣 说的 却是凝炼血脉 溶住气血 第五个道音响起 传授极道魂兵 以原神温养极道魂兵修成神兵的奥妙 还夹杂着 如何以自身的大道 来祭炼极道魂兵的道理 第六个道音震荡 阐述肉身的锤炼之法 虽然比不上星火的雷荒天卢心经 但也非同小可 比中月自己的日月宝照耀精妙不知多少 助他锤炼肉身 肉身成神 第七个道音传来 说的是魔力元神之法 第八个道音传来 说的是六道轮回秘境的修炼之法 第九个道音传来 阐述图腾大道的修炼之妙 第十个道音传来 说的是通神境界的神通 与其道魂兵的融合之妙 一个个道音响起 竟然都是助他压制修为 巩固境界 提升道姬道横 中月向四下看去 看不出到底是哪些界地 在暗中帮助自己 也想不通 他们为何会帮助自己 人族在各个六道界中 恐怕都不遭待见 是地位最低下的种族 即便是神魔共同的敌人昆族 地位也比人族高出许多 这些界地 如果是为了讨好神后娘娘 而帮助自己 便不会隐藏身份 而现在帮助他的那些界地 居然都隐藏身份 这里面便颇为值得玩味了 不要东张西望 安心修炼 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突然一个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 福西市的表弟 这宇宙中 你并不孤独 表弟 中月心头一跳 不再张望搜寻 静静地修炼 心中有些暖意涌了上来 你并不孤独 说出这句话的那位界地 识破了他的身份 知道了他的血脉 他不知道说出这话的是谁 但称呼他为表弟 应该是与福西市有着血缘关系 不会对他不利 反而借此机会来造就他 成全他 他安心修炼 感悟各种道音 不再理会外面的一切 诸多界地把他的身体 当成了一个战场 展开拉锯战 有些界地道音 蕴藏纯阳法门 提升他的修为 迫使他提前进入 元神纯阳境界 修成神明 怀他道姬 有的界地 则助他打熬肉身元神 巩固道姬 反复淬炼他的法力 精神 真灵 气血 元神 大道 魂兵 肉身 秘境 让他积累底蕴 获得更高的成就 唯有波罗界地 始终没有出声 闭上双眼 对各位界地的所作所为 不闻不问 过了几日 中越法力雄魂至极 修为身后无比 无论肉身 还是法力 精神 真灵 元神 气血 魂兵 秘境 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明明他已经感觉到 自己已经没有了提升的空间 继续下去 必然修成元神纯阳 但偏偏那些界地的道音涌来 又让他提升了少许 等到他再次感觉到 自己已经达到极限时 偏偏又提升少许 依旧没有修成元神纯阳 这些界地的眼界见识 超过他太多 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突破的极限 而对这些界地来说 这个极限并不存在 突然 波罗界地张开狭长的眼帘 向中越看来 温言道 小友 你得到的好处已经足够了 对你的补偿 也该到此为止了 你该离开了 各位界地的道音戛然而止 中越从葡团上站起身来 恭声谢道 多谢各位前辈成全 波罗界地挥手道 你下去吧 中越只觉天旋地转 再次张开眼睛时 只见自己回到自己的住所 却是被波罗界地送回 天云紫金阁中 波罗界地四下看了一眼 淡淡道 诸位 你们若是继续斗下去 便会将它垂造成 三千六道界的第一恋骑士 只不过是一气之争罢了 你们将它栽培成 三千六道界的第一恋骑士 只会便宜了云山师弟 云山界地哈哈一笑 起身团团作一 道 云山谢过 各位道兄了 有些界地的脸色很不好看 冷哼了一声 这件事 原本只是某些存在亚苗助长 坏中越的根基 后来有界地 来夯实忠于根基 然后不知不觉间 双方便斗上了 变成了一气之争 有的就是要把死中越这个苗 有的则就是要把中越的根基夯实 双方斗出了火气 你来我往 谁都不肯后退一步 结果给中越的好处 也是出乎意料的多 但是到了后来 这样做的确有可能制造出一个可怕的炼气势 只是谁都不肯丢个面子主动撒手 以至于中越越来越强 第0729章 看起来很好欺负 刚才波罗界地的确也没有说错 如果继续下去 恐怕的确会将中越造就成为 三千六道界的第一炼气势 忌冠群雄 整个三千六道界的炼气势之中 将再无他的敌手 在他面前 一切炼气势都将被横推 绝无对手 毕竟 他是诸多界地联手打造出的炼气势 远非其他炼气势所能媲美 还好波罗界地主动开口 制止了这场义气之争 否则这场大比也就不用比了 直接让威神六道界 登上第一的宝座便是 波罗界地却也有自己的想法 他原本便对中越说要补偿中越 这次界地斗气 他一开始没有制止 也是把这个当成了对中越的补偿 只是 他没有想到的是 界地之间的斗气 居然对中越的好处如此之大 居然险些将中越的修为实力 提升到三千六道界第一 他的本来目的 也就是让中越得到一些好处也就罢了 没想到这好处给的太多 太大 界地与界地之间也是恩怨情仇颇多 汇聚一堂必然会名争暗斗 但是中越成了他们之间争斗的导火索 波罗界地也没有想到这一点 其实他原本也打算助中越一臂之力 不过看到中越有界地相助 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让这些界主争斗 也是便宜了他 给的多了 波罗界地感慨一声 中越被送回住所 也是感慨不已 这次的经历简直如同梦幻一般 他稀里糊涂地 便接受如此之多的界地传到传宫 虽然说有些界地不怀好意 但却都成全了他 既遇到也是奇特 现在他的修为实力暴涨 几乎将通神境界锤炼得无比稳固 法力直达通神境界圆满 即便是他的极道魂兵两口神刀 也得到极大的提升 如果他想要修成原神纯阳 立刻便可以成就 不过中越决定还是等一等 修成神魔固然是好 但是他还是有不足之处 如果贸然进入原神纯阳境界 恐怕会留下许多遗憾 而且 那些界地塞给他知识太多太多 也需要有更深的领悟 去理解这些界地的道理 除此之外 便是肉身纯阳 中越心道 不知道肉身纯阳 是否是通神境界隐藏的极境 有没有可能炼成 这条路应该试着走通 如果直接修成神魔错过的话 恐怕无法回头再来过 肉身纯阳 只是他的一个猜测 能否成功 他并不知道 这次界地传到传宫 唯一没有得到提升的 是他的先天真魂 中越的先天真魂 魂魄强度 已经可以与神皇媲美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魂魄的修行上 他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那些界地虽然是造物主 但并不能交给他多少东西 先天真魂的修炼之法 界地无法交给他 而先天之气的修炼法门 他同样也没有得到多少传授 因此 先天太阴之气 和先天太阳之气 也没有炼成 在成为什么之前 我还需要去一趟雷泽 见识一下真正的雷泽 纯阳雷泽八十一重天 只有炼气室才能过去 神魔因为元神纯阳 所以不会遇到纯阳雷杰 想要通过八十一种雷泽 便只能是炼气室 真正的雷泽 他也必须要在成神之前去一趟 星火曾经说过 雷泽是祖庭 先天雷泽神龙的诞生之地 也是大岁和福西的起源之地 所以叫做祖庭 从前福西是最为出类拔萃的少年人物 都要前往雷泽祖庭 闯入雷泽 经受洗礼 这才可以成年 而对于福西是来说 成年的意思便是成神 大岁也有同样的传统 闯祖庭雷泽 是福西是与大岁的成年礼 所以成神之前 中越必须要走一趟 纯阳雷泽 只是真正的雷泽的烙印 投影 只有闯一闯真正的雷泽 才知道 我与上古和远古的前辈先贤 真正的差距 他静下心来 准备安心消化自己这次听讲的所得 现将这些知识 化作自己的底蕴积累下来 公子 只听一个柔弱的声音 从粉罗箱障中传来 中越脑袋一猛 只见一位形容娇媚的姑娘 从被子下抬起玉壁 拨开箱障 乌黑的绣发如水般留下 柔声道 公子 奴家已经等待你许久了呢 这姑娘不招一缕 已经是赤条条的 不知何时躲到了她的床上 中越连忙精神力涌出 扫荡四周 发现没有埋伏 这才松了口气 警觉道 这位姑娘 你是谁 为何躲到我的床上 他不得不小心 大笔再急 其他六道界为了铲除对手 估计什么手段都会使出来 中越心中立刻生出一个不好的念头 阴谋 在对手 被窝里色一个光溜溜的女人 然后采阳补音什么的 弄得对手元气大伤 然后在大笔中 对手便会被斩落 或者 塞德这个女人 是什么戒弟之女 天王之女 神皇的小妾之类的 然后戒弟 天王或者神皇前来捉奸 名声扫地倒是小事 不被苦主打死 便已经是得天之幸了 那女子娇声细语 说不出的妩媚 似水般的身段 痴痴笑道 公子不必多疑 奴家是福天王之女 小名叫做师妾 我夫说公子是个可以托付的良人 中越大怒 福天王 这死胖子 我早就 看他不是好鸟 果然来害我 如今连女儿都送来了 我若是睡他女儿 睡到一半时 他多半便要冲进来 他女儿又哭哭啼啼 说我强他 我就死定了 他探手抓去 背入飞起 下面赤条条的女孩顿时惊叫一声 以为他急不可耐 却见中越将这女子抓起来 法力涌出 衣裳乱飞 眨眼间 她的衣衫便穿得整齐 师妾惊讶到 公子 中越一脚踢在这少女的屁股上 师妾哗啦一声撞破窗帘 笔直地向院方飞去 过了片刻 这才屁股落地 震得这女孩头晕眼花 师妾四下看去 只见中越将她踢到天街上 四周的神魔 都是一脸惊讶地看着自己 显然没有见过天上掉下来美女这种怪事 却还有这种人 师妾气得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站起身来 臀上有一个脚印 正是中越踢的 这女孩愤愤道 送到床上也不要 我便这么不入眼吗 福天王这死胖子想害我 没那么容易 中越一脚踢飞师妾 心道 还好我机灵 而在另一边 师妾回到天王府 向福天王如实说了 哭诉道 她不由分说 便将女儿踢飞了 父神为我做主 做什么主 三千借地为她传到传宫 我都看在眼里 这才知道她的来历非同小可 还做什么主 福天王返愁道 我是把你送过去 为我做主的 结果她不要 如今该如何是好 为父也是嘴快 原不应该喝骂她一句的 现在连送过去的女儿都不要了 失气儿骇然 这个人族来头这么大 父神若是能够牵上这条线 地位将更加稳固 可惜了 她不吃这一套 福天王叹道 十多日之后 三千六道界的排名大笔终于开始 天庭中热闹非凡 各路诸侯 天王 豪强 带着诸多弟弟 纷纷赶往天界 除了是观摩这场大笔 也是要借此机会 指点后辈 栽培后人 不知道这次大笔 到底能见到什么层次的强者 中越也不尽心有期待 她并不认为自己 已经炼气势中无敌 尽管有这次莫大的提升 但是比她强的 她认为还是有 比如庚王爷 造物主神通 星河灵体 精彩绝艳 像这等存在 三千六道界中肯定有 更强的 那就是思命那等强者了 纯正的伏羲血脉 再加上帝级传承 思命有这等传承 三千六道界中 不敢说便没有 毕竟伏羲是八大皇族之一 除了伏羲神族之外 还有另外七大皇族 伏羲只剩下一两人 但其他七大皇族 可不见得灭绝了 三千六道界中 肯定有其他七大皇族的存在 比如军所来自的居方神族 便是八大皇族之一的 体挺式的后裔 分裂出来的种族 皇族之所以称之为皇族 是因为出现过天地 所以纯正血统 和地级传承并不罕见 这等存在只要走出来 恐怕便是思命那等强者 即便没有思命这等强者 说不定也有其他的 道造物主传承 帝君传承的存在 也是极为可怕的对手 即便没有皇族血脉 也有王族血脉 也是非同小可 再者 便是各种各样的灵体 最强大的一批灵体 说不定都会在 这次大笔中遇到 他心中激动 与居影 石英姬 于伯川等人 连连向来自 其他六道界的炼气士看去 打量对方精 气 神 揣摩对方修为深浅 居影等人各自凛然 面色凝重 看到许许多多强大的存在 不但不比他们弱 甚至有的气势 还在他们之上 他们在打量那些炼气士 其他六道界的炼气士 也纷纷向他们打量 一位炼气士笑道 威神六道界 历年来垫底的那个六道界 另一位少女虽然年轻 但语气却是老气横秋 道 听闻威神六道界 将最强的跟王爷赶走了 原本以为还能会一会他 现在看来只能与一些 低能的小东西过过手了 真是无趣 一人哈哈大笑道 威神六道界 注定还是垫底 有他们在 我们总算可以放心了 再不计 也不会垫底了 居影 华振川等人又羞又怒 突然身边一个声音响起 咦 奇怪了 其他六道界的炼气士 怎么这么弱 众人纷纷看来 只见钟月一脸茫然 喃喃道 看起来好像很好欺负的样子 第0730章 众计 居影 于博川等人文言 稚气大受鼓舞 哈哈大笑道 说得好 他们就是 看起来很弱 很好欺负的样子 钟月这话 倒并非是为了鼓舞他们的稚气 而是说了大实话 这些炼气士 在他眼中 的确显得弱了不少 原本他的实力便不弱 在各界炼气士之中 即便不是数一数二 也可以位列中上游 而现在经过了诸多界地的洗礼 让他的修为实力大大提升 再来看各界的炼气士 便有绝大多数炼气士 也不过如此的感觉 诸多炼气士 纷纷侧目看来 待看到钟月 不由得勃然大怒 他们都是各大六道界 选拔出的精英中的精英 天才中的天才 各自有着可怕的传承 每个炼气士的经历 都可以大书特书 堪称传奇 他们经过铁鱼血的洗礼 才走到现在这一步 也经历了不知多少机遇 得到不知多少机缘 而金居然被排名最低的 六道界的炼气士给鄙视了 说他们很弱 很好欺负 如果是被波罗六道界的炼气士 给鄙视了倒罢了 毕竟波罗六道界底蕴雄厚 传承金人 实力强大 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六道界 这次参与大比的 还有波罗界地的波迪弟子 实力出类拔萃 乃是波罗界地亲自教导 传授功法神通 并且波迪弟子 还曾经去过紫威 新域游历 得到过帝君的传授 若是被波迪弟子鄙视 他们无话可说 而现在他们 是被排名最低的 六道界的炼气士鄙视 而且看发话的这个炼气士 好像还是个人族 这就着实可泣了 人族是什么地位 所有六道界中 人族的地位 都是最低下的 而金居然有一个人族 说他们很好欺负 这就太欺负 他们这些高等血脉了 三千六道界排名 最后的六道界 而且还是个人族 居然敢如此大言不惭 一位炼气士冷笑道 一位年轻男子淡然道 你这人族好大的口气 不知你在 微神六道界的炼气士中 排名第几 出自六道界中的哪一届 钟月老老实实道 我出身玉界 玉界在六道界中 排名第六 我的排名就不知道了 四周一片轰然大笑 一个炼气士笑得打爹 几乎喘不过气来 指着他道 玉界的炼气士 而且还是人族 而且还是排名最末一位的 微神六道界 他居然说我们很弱 很好欺负的样子 钟月等他们笑声落下 认认真真道 诸位 我并非歧视你们 我只是说出了 我自己的真实感受 你们的确太弱 太好欺负了 那些来自各界的炼气士 刚刚止住笑 文言又是怒火冲天 我是说真的 钟月欠然道 我并没有针对 诸位的意思 只是说一件事实罢了 各界炼气士被气得抓狂 一声声怒哼传来 不知多少充满怒火的目光 落在钟月身上 怒喝道 人足 住口 你的嘴巴厉害 不知道大笔之中 手段是否也同样厉害 一位炼气士恶狠狠道 钟月哑然 笑道 你们果然 没有意识到 自己很弱 突然 有炼气士忍耐不住 便要施展神通 教训教训他 钟月闭上双眼 气势陡然绽放 诸多炼气士 顿时只觉眼前一切景象消失 恍惚间 仿佛看到他的身影 变得无比伟岸 如同一尊顶天立地的魔王 双眸紧闭 脑后六道旋转 而自己等人 变得无比渺小 一边是令人绝望的强大 一边是令人绝望的渺小 诸多炼气士额头冒出冷汗 动也不敢动 只能将在原地 他们感觉到 无比恐怖的杀意和刀意 倾袭而来 动一动 便会让自己出现破绽 被杀意和刀意入侵 钟月的刀意和杀意 化作了一尊恐怖的魔王 已经烙印在他们的死海之中 心灵之中 让他们感觉到无边的压力 上千位炼气士 被定在原地 一动不动 没有人说话 场面显得诡异万分 你们现在意识到了吧 钟月的声音 传入他们的脑海之中 如同雷霆乍响 没有人反驳 他们此刻 被钟月的杀气和刀意震慑 只觉自己动一动 都会被击杀 即便想要反驳他 也是有心无力 突然 杀意和刀意散去 众人这才舒了口气 全身汗水 已经打湿了衣衫 抬头看去 钟月与巨鹰等人 转身离去 可怕的存在 一位女子额头汗水 哗哗流下 声音沙哑道 这千余未炼气士 心中不觉 留下了阴影 钟月魔王般的阴影 笼罩着他们 让他们只要一想到钟月 便不由 生出一种不能立敌的感觉 钟月一刀未动 但他们心灵上 已经遭受了刀伤 当然 如果真的动手 他也不可能是 千余未炼气士的对手 千余未炼气士一拥而上 别说他 就算是真正的天神 也会被打死 但是他的眼界和底蕴 实在超出这些炼气士太多 诸多借地传到传宫 让他的眼界 早已跳出炼气士的范畴 甚至可以说 比神皇的眼界 还要高出几分 而他的底蕴 也无比深厚 深厚的底蕴 造成他对到的 见解和领悟 也远超同侪 有这样的眼界和底蕴 哪怕是实力的 一线一毫之差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 战胜对手 更何况 钟月如今的实力 超出他们许多 不是一线一毫的差距 而是近辈的差距 居尹等人惊疑不定 钟月刚才闭上 双眼的一刹那 虽然杀气和刀翼并未 针对他们 但他们 也感觉到一种 不可立敌的气魄 钟月明明 就站在他们身边 但他们 却看不出任何的破绽 任何的弱点 无懈可击 尤其是居尹 他原本自存 自己最低 也可以与钟月并驾齐驱 甚至说不定 还能胜出一筹 但是现在钟月的实力 得到极大的提升 他的这点自信 也顿时瓦解 钟兄到底得到了什么机遇 怎么突然间 实力强横到这种程度 于伯川和石英姬等人 心中暗自佩服 他果然 是一个霍霍 这些家伙的心灵 被他攻破 出现了破绽 信心信念 已经被摧毁得一塌糊涂 战斗中必败无疑 他们这次的 目的地是 天庭的阎武堂 阎武堂是波罗界地 检阅神魔大军之地 因为此次 参加大比的炼气室太多 差十位炼气室 便达到三万之数 须得有一个空阔的场地 好刀业 好神通 钟月等人正欲走入阎武堂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 只见一位年轻男子 迎面向他们走来 龙行虎步 那年轻男子 目光扫过众人 然后落在钟月身上 淡然道 就是太狠辣了一些 阁下摧毁了他们的信念 让他们心灵有了破绽 大比之时 稍微一丝破绽 都会让他们落败 甚至生死 你这样做 不怕得罪诸位芥蒂吗 钟月微微皱眉 菊英冷笑道 刚才是他们先嘲讽 我们来自威神六道剑 又主动向月侯出手 月侯也并未还手 阁下为何 反倒怪罪到月侯头上 那年轻男子看他一眼 微笑道 只不过嘲讽你们两句 便坏了他们的信念 出手好不毒辣 你向我顶嘴 是不是我也要摧毁 你的信心信念 他的气势爆发 菊英脸色俱变 眼前别无他物 只剩下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中 那年轻男子迈步向他走来 身躯越来越大 如同梦魇般恐怖 菊英怒吼 气势暴涨 催动自己的六道轮回 但是那年轻男子依旧伟案 他根本无法破去此人的战役 无法立敌 菊英额头冒出冷汗 正要全力催动自己的祖传绝学 竭尽所能地破开对方的威压 正在此时只听一声刀鸣 清脆的刀鸣声 如同铃声般轻悦 他眼前的异象 和那年轻男子的战役 顿时支离破碎 伟案的身影消失 菊英吐出一口浊气 后退一步 面色凝重 不坏 那年轻男子扫他一眼 随即目光 又落在忠越手中的刀鞘上 刚才正是忠越屈指弹出 刀出鞘一寸 声音震破他的气势和战役 你刚才坏了我师弟的道心 我也想坏一坏你的道心 不过你的实力不坏 与我并驾齐驱 我想射你很难 所以 我想坏你身边这九位师兄师姐的道心 那年轻男子笑问道 不知你是否成全 你会死的 忠越语气平静道 你动手 你就死 那年轻男子轻笑一声 够狂妄 我来自第六道界 名叫詹天明 在第六道界的炼气室中 排名第二 仅次于弟子波低 忠越依旧语气平静 淡淡道 你动手 你就死 那年轻男子目光闪动 突然轻笑一声 转身向演武堂走去 摇头笑道 这么严肃做什么 与你拼命得不偿失 万一受伤 岂不是耽误 我在大笔中的排名 我才没有这么傻 他突然转身 恐怖的神通爆发 向石鹰鸡 巨鹰等人席卷去 争 刀光乍现 忠越与他的身影 轰然碰撞 恐怖的激动 顿时惊动演武堂中的 所有炼气室 纷纷看来 只见两人碰撞产生的 飓风四面八方横扫 一朵蘑菇云冉冉升起 高达数百里 忠越嘴角一血 双刀反手插在背后 而那年轻男子转过身来 笑道 你中计了 他的身躯晃了晃 眉心突然出现一道血线 尸体扑倒在地 忠越皱了皱眉 叹了口气去 巨鹰等人连忙上前 忠越低声道 我中计了 这场大笔 可能没有办法 陪诸位一起战斗了 你们多加小心 巨鹰 于伯川等人 心中惊疑不定 纷纷询问 忠越摇了摇头 不再说话 而在此时 波罗芥蒂露出微笑 拍了拍手 一位神官上前 波罗芥蒂吩咐道 你去一趟地狱 折腐盼善待詹天明的元神 让他投胎到我的血脉之中 下意识为弟子